哈喽大家好 今天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把A7R3和1635GM给出掉了 以及为什么我把它出掉了 其实出掉了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一个原因 其实1635GM和A7R3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配置 我觉得是微单里面甚至已经完全超级单反的一个超级顶配 为什么把它出掉呢 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我其实想换一个新的东西 那有什么东西能比现在Sony的A7R3加1635GM还更吸引我呢 那么其实就是这一款非常错的一款 莱卡的这一款 莱卡Q这一款数码相机 其实莱卡Q这款相机 其实跟Sony的那一款R1那一款的那个不可换镜头的一个R2系列的相机是一样的一个 它也是不可以换镜头 而且它是焦距是28 然后它的光圈是1.7 基本上就是一个非常普通或者说非常简单的一个莱卡相机 当然可以看这个小红标这个红点还是非常的有信仰的 那么为什么我把A7R3和A1635GM出掉呢 A7R3和A1635基本上都以95%的价格出掉了 所以并没有损失什么 而且玩了这么长时间却挺好的 为什么出它呢 因为首先第一我先出这个A6500的话 就买不了这个相机和这个任何一个镜头加在一起都买不了 这两个东西相机加镜头加在一起就已经356的样子了 所以是非常贵的一套 所以卖了之后也刚好可以换一个莱卡的一个相机 那么为什么没有买M10呢 其实我还是蛮想买M10 但是Q也不错了也非常轻便 所以带出去接拍是非常好的一个事情 所以为什么呢 我买Q呢 就是如果你知道的话 就我之前入手了一个 那个没有去卖任何东西 入手了一个胶片的相机 M6 然后我用了M6了之后 我对莱卡有了非常非常新的认识 我原来会觉得莱卡相机就是一个信仰一个奢侈品 或者说怎么说 就是某种奇怪的说法 就是得味吧 就是某种味道让他去拍照 但是后来我发现 当我使用了莱卡M6了之后呢 我发现 说白了 莱卡M6也挺难用的 也挺 搓的 但是他的搓不是那种搓 就是 啊 是一种比喻吧 就是我还有一个相机叫做 啊 这一个 35DC 是一个35DC 这一款相机 这一个呢 也是一个胶片 但是他能够自动测光 他的对焦也非常的容易 就是 基本上也是黄斑的对焦 然后呢 他可以自动测光 也就是说在晚上的时候 他就可以不用调任何东西 只要你对焦就可以了 但是莱卡的M6呢 还挺麻烦的 就是你还得 就是说你得去手动设置 快门速度 手动速度 快门速度 手动去调 焦距 手动调光圈 然后 然后里面会有一个 简单的一个测光 一个东西在里面 一个非常简单的测光在里面 然后你才能去拍他 所以有的时候你根本就是 呃 别人开玩笑就说 你用了莱卡的相机 很多人都对不上焦 这真的是这样的 好在我出片率还算是比较高 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卷片有点 有点问题 但我之前的一个出片率非常的高 就是一个胶卷里面可能会有 呃 20张或者是 呃 将近30张 基本上都拍到了 然后 都出来了 所以 就是为什么我忽然对莱卡 有了特别 呃 大的兴趣 以至于我想把我的A7 这个R3和1635GM 这么超级旗舰的一个配置 出手的换一个 不可换镜头的一个莱卡Q 就是他的手感来说 其实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 当你使用莱卡的时候 你会发现拍照这件事情 就变得非常严肃了 像我刚才一直在开玩笑的说 呃 他用起来非常的困难 M6 就说的是M6 不是Q Q其实用起来非常简单 就有点不太像莱卡的 M6其实用起来非常的困难 困难到你需要了解非常非常多的知识 你需要去学习测光 啊 后面我会给大家去讲讲测光仪 怎么去使用 那么你需要去了解测光 M6呢 里面也有测光 然后他的闪光灯也是手动的 他所有所有所有东西都手动 而且他也挺重的 拿到那儿 别说你要街拍 有一个人走过来 你就给赶紧调调调调调 调了之后突然就人走过去了 然后你会觉得特别崩溃 然后你会觉得特别懊恼 这一个过程就被你给浪费掉了 然后有的时候你会瞎拍 拍了之后他就会变得很模糊 然后回来就要看 会很奇怪 然后呢用M6呢 他一个问题就是 拿回来之后你还是浇卷还是去洗 然后洗等待这段时间是非常非常焦虑的 你要想啊我又要拍好啊 然后当别人少了之后给你的时候 然后你去看 真的就很像 很像发成绩单的那一时刻 就发成绩单那一刻的时候 你会觉得 哇塞 我的东西都终于出来了 当你发现拍了之后 有特别好看的照片的时候 那是你就是在那儿去精心的捕捉的照片 是你计划通过脑子去拍摄的照片 这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了 就是我原来可能拿A7R3和A635GM这么顶配 A7所有的所有的功能都有 你就算闭着眼睛你都能拍摄 只要把镜头盖子拿下来 你闭着眼睛你都能拍摄 然后你哗哗哗哗哗哗从这拍到那儿 有任何人 你甚至可以不用看他就可以去拍 所以这个整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虽然我觉得莱卡的相机 它本身相机本身不太行 它没有什么特别牛逼的电子特性 没有牛逼的这种系统的功能 甚至包括M10它都是手动的一个镜头 但它手动的镜头就可以 比如说它这个光圈 1.4的光圈可以看到1.4的光圈 它的镜头非常的小 非常的小 这1.7的就这么小程度 可能就跟一个一盒感冒零差不多的一个大小 就是你全都捏起来 就这么大的一个镜头 它是1.4的光圈 你带出去特别的爽 而且它因为是手动的 没有任何电机马达 它拍照的一个质量非常的好 那么在这种拍照上 那这一张基本上是全自动拍摄 然后我就调了一下自动的一个调颜色 基本上什么都没有用 它就能拍出我觉得数字非常好 颜色非常浓烈的一个照片 所以呢 所以回来在莱卡子上面来说呢 可能真的是有一种别人说的所谓的某种得味 就我觉得它的跟索尼机器它的味道还真的不太一样 所以为了这个味道呢 我就去买了这两款相机 那么整体上面来说 我觉得莱卡Q 它其实出来已经有两三年了 有人说它会更新 但我觉得现在来使用它 我觉得整体的握持手感真的是非常好 其实它毕竟是这个价位的 它的手感再不好的话 那就很扯淡了 然后它的这个相机的前面的镜头 可以看 还是非常的装的 对吧 就是还是非常的很装 你拿出去就是这样去拍 真的是感觉非常不一样的 所以 其实有的时候我还蛮不喜欢这个小红点在这里的 我希望小红点能够被遮掉 能够低调点去拿它 然后它也很轻 非常的非常轻 虽然我不敢这样去扔起来 对非常轻 所以你去用它的话出去 待出去玩的时候 其实还真的是 很有意思 我出掉A7R23和 1035GM的一个最大的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其实我发现 我带它出去很少 因为它我觉得有点重 1035GM有点重 我也不是专业的视频工作者 就像我前面一个Vlog说的 就是讲创作这件事情 就是有的时候会背离初心 就是选择了可能是最好的设备 但是没有用这些设备做出什么特别好的一个作品 就好比现在我假设 假设我拿了二三十万 我去买一个Red 那Red它确实很牛逼 对吧很厉害 那么我可以给大家评测 Red多么厉害 我晚上出去拍 拿回来一看 全是特别黑的 然后我提起来 却特别亮了 又特别好了 没有什么噪点 就是暗夜之王 对吧 我白天拍国报了 没关系 我一拉回来 特别厉害 曝光我也可以处理回来 然后它有RAW 有各种东西 但是二十多万 我这样玩完的时候 我不带出去 我不去创作 我不去让这个东西本身呃 产生价值 那么可能就会 就变得没有什么意义了 所以说了这些呢 其实最主要的还是那个呢 花的钱 但是当然这个出去创作也是非常重要 为什么我当时想了半天 其实我也可以留一些镜头 因为我还有A7-3 对吧 我还有A7-3 所以A7-R23 4000多万像素 我觉得完全太多 太多余了 所以我完全可以去把A7-R23 除了A7-3我还留在 然后我自己主要做视频的一个机器呢 A6500 6500也其实非常的不错了 其实非常好的一个 APSC旗舰机 那么6500和A7-3-7-R23 在录制视频上面 还是会更困难一点 就是不管是控制噪点也好啊 还是去控制其他的东西来说 它都会有一些困难 但是它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视频机 然后出去玩也非常的OK 如果带着磨爪或者是Cream Plus 加上这个6500 它那整个整体来说是还是蛮OK的 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也很轻便 所以如果我出去拍视频的话 我6500应该还是会有 所以整体上这就是为什么我把A7-3 A7-R23和1635GM就出了 可能我拍照并不会去想象一下 我自己可能不会拔山涉水 然后因为我是相对来说比较娇贵的人 可能不会拔山涉水 早上4点钟起来等着凌晨的太阳啊 或者说一夜就去拍星河感觉好像不太适合我 然后我比较喜欢街拍 大家都看到了我有很多很多街拍的照片 也比较适合上班族吧 然后照片也是拍了更多是家人的东西 也很有意思了 就家人一些回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东西 我把它出来换一个莱卡 然后莱卡的颜色 它的一些感觉和它的使用 真的是让你能够深入的去了解摄影 真的不要以为这个东西特别难用 它就真的不好用 它可能就是逼迫你去用原来别人 它用的很难的一种摄影的方式 让你逼迫你一点一点的去变得更好 当然我不是说所有的人 或者所有大师或者什么 他都一定只用莱卡 莱卡可能是他们一个很喜欢的玩具 就是很喜欢的一个可以帮他锻炼的 像砖头一样的对吧 但是他工作的时候可能不会自己去上去砍砍 他可能就是有更好的工具 那么也许我用莱卡了一段时间之后可能会 我觉得至少现在就来看 从过去的照片和现在照片来对比的话 就是从过去的照片 现在照片一看就感觉还是蛮不一样的 一个是跟我快门拍的速度更多是不一样的 另外一个是我用了胶片之后 有特别特别的东西你需要一点一点去考虑 整个流水线上的东西都得你去考虑 所以我觉得跟这些东西都完全有关 所以为什么选择了莱卡 然后把A723给除掉了 我觉得索尼的设备真的非常好 我觉得日本日系的一些设备特别特别的好 它所有的功能都有 所有的甚至你完全不接受摄影 你用Auto档你都能拍出特别好看的照片 就是刚才1035GM和A723 你Auto档自动档 你完全能拍出非常非常美的照片 非常非常好的照片 可是我感觉这个照片就缺少了一些味道 不仅仅是颜色啊不是什么得位啊 那些那些很奇怪的玄学了 不是那些东西就是缺少了你对它的一个用心 就是为什么很难用的东西 你没办法只能用的时候 你就只能会对它更用心 当它东西出来的时候 你会觉得会更是自己的孩子那样去珍惜那种感觉 好吧那这就是今天的分享了 那这就是为什么我把A723出掉了之后 换了一个莱卡的一个莱卡Q相机 那么后面也许可能再有钱一点的话 可能再去买莱卡M10或者它新的M11 那么我不管 我觉得不管是M6还是这个莱卡Q 其实我觉得都还是非常不错的一相机 特别是M6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顶级 非常非常优秀的一个胶片相机呢 它的胶片拍出来的效果真的是非常的好 然后因为在胶片的时代真正的成像还是胶片本身 然后它机器更好的话它其实会有更好的呈现 当然胶片还是主要的一个东西 而不是相机 我觉得相机可能只占30% 只是莱卡比较好用一点 在数码时代的话我觉得莱卡它本身照片拍出来的味道 还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后面可能会给大家再分享拍摄 关于颜色的一些东西 那么我在这个相机里面 我调了有颜色的拍照的时候 我最近全拍黑白 其实黑白也蛮有意思的 就是后面会给大家分享颜色的话 就会讲一下黑白它的优异的地方 优秀的地方以及彩色 为什么很多大师或者很多传统的摄影师 就国外的它会从一步一步从黑白到彩色 为什么很多学校教的都从黑白过来 不仅仅它是传承 或者说它是过去的历史了 不是不仅仅在学历史 其实颜色也非常的困难 所以从黑白和到彩色 包括我画画也是从黑白到彩色的 都是非常能够帮助你去提 解析光和影 以及颜色这个东西的 所以现在我把我的Q设置到 所有的拍摄都是黑白的 如果你看的话就是 可以看着拍我的话 这个就是默认黑白的模式 所以如果 对如果我是来分享的话 我就到时候会给大家分享 为什么我会去拍摄黑白这样一个东西 OK行 那么这就是今天的所有的分享了 有关相机 有关拍摄 有关一些 关于我自己觉得的拍摄中重要的一个东西 那么 不管你是认为它是玄玄也好 还是是什么其他的好 我不是一个专业的一个拍照的一个人 我也不是以它靠它为生活了 我是希望它能够去给我的生活添加更多的颜色 所以 为什么会去选择来卡 可能当你用了越久 你拍了越多的时候 可能来卡是一个你很难去绕过的一个品牌 所以 这是为什么呢 早点体验还是早点好 如果你一直持续投入的话 迟早你会走入到这里面来的 好 那这就是所有的分享 那么如果你喜欢的话 欢迎点赞分享收藏 那么有什么问题 也欢迎评论 那么就到此为止了 OK 拜拜